天山 世界七大山西之一 横管中国新疆中部 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天山 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西 在地质历史上 天山是一样的 天地草形成于震旦季晚期 2013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奥特海是新疆巴音郭冷 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歌手 他和舞蹈演员祖鲁曼 都出生在巴尼布鲁克草原的牧场 对草原的眷恋 对自然的倾诉 都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最纯的情感 2015年的夏季 那天的状态 就准备吃这些 准备吃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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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吃的 准备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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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蒙古族人发自内心的待客之道 奥特海和祖鲁曼 都是从天山牧场走出去的都市人 这次回来除了探亲之外 他们还想目睹野生雪莲的神韵 现在正是采挖野生雪莲的最好季节 这一天图纳的儿子田木尔巴图 拿来特尔巴伊尔跟着叔叔 准备骑马进山寻找野生雪莲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风吹草低 牛羊肥壮 草原不但是游牧人家的美丽家园 更蕴藏着多种药用植物 成为人们苦苦寻觅的宝贵财富 近山的路程虽然不远 但路途艰难 田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起码走了四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了天山脚下 茫茫天山 绵延数千公里 横跟在这里的 是天山山脉的中部 浩渺空间 舒展出绿色大地 和褐色山体交融的石片 铁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甚至寻找天山雪莲 不断需要长途跋涉的体力 还得掌握辨认方向的技能 运气不好 即使奔劳一天也会毫无所获 自然不会亏大有准备的人 在这面山坡上 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雪莲花 雪莲花分布在新疆天山 青藏高原等地 天山雪莲 生长于天山山脉 海拔四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坡 悬崖陡壁之上 冰字盐凤之中 它是新疆特有的 珍奇名贵中草药 天山雪莲 是唯一列入中国植物红皮树的雪莲植物 雪莲从发芽到开花需要经历五年 雪莲花含有蛋白质 氨基酸 黄铜类化合物 生物碱等 具有通经活血 散寒除湿 止血消肿 排体内毒素等功效 本草钢木十一记载 雪莲性大热 能补经一阳 马背上的民族勤劳勇敢 粗广豪放 铁木尔巴图三兄弟和叔叔 找到稀有的雪莲花之后 向着家的方向扬边策马 他们是草原的儿子 是马背上的贱儿 在无垠的高山草坡上 矫健的马匹 朴实的木银 像一幅画 流动着草原文化的音符 《秘境神草》 稍后继续 《秘境神草》 马上播出 在铁木尔巴图家守护多时的 奥特海和祖鲁曼终于得罪心愿 亲手触碰到雪莲花 这不仅是友情的馈赠 更是深入骨髓的初心念想 第二天 奥特海和祖鲁曼 决定跟着达莱和特尔巴耶尔两兄弟 去放牧 重新感受久违的生活 天使穷炉 笼罩似言 奥特海和祖鲁曼 这对出走都市的草原姐妹 寻找的不仅仅是一朵雪莲花 而是融入马背民族的基因血脉 主水草而居 以高山而生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